大家好 欢迎来到文昭谈古论金 咱们星期一那集节目发表之后 习近平果然露面了 那一集节目是9月26号 加东时间晚上7点左右发表的 也就是北京时间的27号早晨 里面谈到大家看到那期节目一两天之内 习近平很可能会露面 而新华社报道习近平露面呢 就是在27号的下午7点左右 所以习近平确实是在遵守他自己定的那个防疫的规矩 回京以后呢 执行了7加3天的隔离 完了又出来活动 这和他7月1号从香港回京刚好10天之后 去新疆视察 这个时间安排是完全吻合的 所以很多人说 现在这个中国黑箱政治猜不透啊猜不透 其实习近平这个人呢 你了解他以后 他还是行为上有规律可循的 习近平老跟别人说什么 政治局委员们要以身垂范 要中央领导同志要以身作则 所以这些方面呢 表面上的规矩他自己还是得一定遵守的 习近平9月27号的露面呢 可以称之为报复时的露面 也就是他去看那个奋进新时代主题展览的时候啊 把能够带上的所谓党和国家领导人全都带上了 一起去的还有另外6位政治局常委 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 在京的中央书记处书记 另外几大班子 人大常委会 全国政协 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领导也一起带去了 什么意思呢 就是把他们全都召集起来啊 我一次展览给你们看 没人敢违抗争 你看全都老老实实在这儿呢 镜头一个一个的扫过去 外面的人你们就不要瞎猜了 这个像政变的 那个像造反的 我一次性全都拎到镜头前面 让你们没得猜 所以这就叫报复性露面 有人没有发现王岐山又浮想联篇 是不是王岐山有啥问题 没啥可联想的 他就是参加完英国女王葬礼 回国还处于隔离期呢 王岐山参加女王灵鹫的悼念仪式是在9月18号 所以他现在还在隔离期之内 习近平这次去看的展览叫做奋进新时代 是毫不掩饰为习近平这掌权十年歌功颂得的 新华社的新闻稿当中引用习近平的话说 还要谱写新篇章夺取新胜利 那这就有强烈的暗示习近平连任已经成功的意思 新胜利嘛 就是在习近平的领导下继续胜利 继续赢 他都赢麻了 那这是习近平要传递出来的意思 但是在习近平再度展露出主角耀眼光环的背后 是不是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呢 是不是在阴影里面都风平浪静呢 其实也不是 还是有一些异常信号的 比如8月15号 军队和武警体系的25个单位召开了党代表大会 所谓选出了参加20大的党代表 一共304个 但是到9月25号公布最终名单的时候呢 却少了一个人 这个人军衔比较高 任务呢也比较敏感 他是战略支援部队的副司令 是一个大兵种的副司令 兼航天系统部司令叫上红 是中将军衔 另外在9月26号这天 汪洋主持召开的全国政协主席会议上 宣布取消了一个人的全国政协委员资格 这个人叫前立志 是中共解放军的信息化弹药专家 兼无人机专家 是少将军衔 这两个人在二十大之前突然消失原因不明 当然很多人听起来呢 一个少将一个中将地位不算很高 而且平时曝光率不高 似乎不重要 其实他们担负的任务相当敏感 这个前立志少将搞啥的呀 就是搞精确制导武器研究的 同时搞无人机研究的 这个精确制导弹药加上无人机 是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什么 斩首行动啊 行刺啊 这一类的惊悚话题 人民政协报说这个前立志 是开创了我军信息化弹药研究的先河 为炮弹安上了眼睛 安上了大脑 他还研究无人机 而且说他创新成果惊人 所以呢 他虽然军衔不是很高 但是在这个敏感领域 是个相当重要的人物 另外一个消失的上红中将 是掌握着全国的卫星发射体系 还有航天侦察 间谍卫星这些事情 精确制导武器是需要卫星来引导的 所以呢 上红中将和前立志少将 他们俩算是一个体系的人 上红中将在今年8月份 是先被选进了二十大党代表名单 但是又被拿下来了 那说明在从8月份到9月份 这一个月的时间内 在某一些关键的敏感领域 体制内并不平静 除了体制内之外 在社会上其实也并不平静 党代会之前 各地的维稳任务应该是压得很重的 但是仍然不时的有清零破防的消息传出来 说明很多地方的人们承受力已经达到极限了 向流传出来的视频 就有深圳福田沙尾村发现了有阳性的 当地政府要封村 老百姓就不干了 就要冲破封锁线 和防疫人员发生了几状 还有一幕是貌似发生在深圳华强北路 在封街的时候 有一部分群众突破封锁线 冲塔成功 跑出来了 那还有呢 是发生在新疆乌鲁木齐王家梁小区的 居民集体抗封锁 小区成功解封 所以目前的状况也确实是 如我们之前一期节目所说的 二十大之前呢 防疫这个事情上的冲塔事件 变得更加密集 就是老百姓挑战权威 甚至是一种豁出去的态度 要冲破封锁线 这种事情变得更加密集 特别是对于之前重复封锁过的地区 当然有更多的人呢 是在期待着开完党代会之后 清零就会立刻结束 大家又过回岁月静好的日子 对这部分朋友来讲呢 可能你要失望了 因为中共的权力换届 并不是到十月下旬 开完党代会就完了 要到明年三月份 开过人大政协两会以后 才算是完结 为什么呢 因为国务院政协人大 这些部门的新领导 要等到那之后才会走马上任 一般政府的经验 不仅仅是中国 其他国家也是这样 新旧政府交替期间 原政府称为开守政府 它剩下的任期很短了 它一般不会推动什么大的变化发生 比如说下一届国务院总理是胡春华 但是呢 他从今年十月份起 就是新一届政治局常委了 但是从今年十月份到明年三月份 这中间差不多五个月的时间 李克强仍然是国务院总理 那为了避免责任的不明确 一般不会在这段交谍期间 有大的变化发生 那有人会想啊 李克强不是在多个场合 暗示过他不喜欢清零吗 难道他不会抓紧最后任期几个月的时间 把事给办了吗 或者至少开个头 推动清零的结束 在下车之前留下一个好名声 要知道任何政策有效啊 前提都是需要 执行这个政策的人长期在位 你说他只剩下几个月的任期 他就算要干点啥事 这个臃肿庞大的政府体系 才刚刚发动起来呢 相当于一辆重型卡车 刚刚发动机点着了火 握着方向盘的人就离开了 就换人了 那他就没有办法对这辆车 接下来往哪去负责啊 一旦有了什么不如意的结果 那人家说 当初是你李克强啊 这个打着发动机的 全怪你 所以李克强 那他就说不清楚了 咱且不说啊 李克强他对清零这个事的 真实态度是什么 就是从他个人利益和安全的角度出发 他都不会想在最后几个月 有啥大动作的 那可能也会有人想 习近平会不会全力拿到手之后 心中石头落地啊 觉得清零就可以马上收场了呢 也不会 因为各个部门都处于留守和后任 这个官员的交叠期 因为人不到位 责任不明确 事情就没法办 得等到从党委到政府 几大班子的换届都完成 人都到位了 责任全部明确了 才能够做接下来的事 所以习近平呢 也不会希望这段时间内 有大的变动发生 他也不想引起混乱 中国就如同是一辆重型卡车 在清零这条道路上 一路狂奔 速度很快 惯性也很大 要刹车呀 只能一点一点的刹 从减速到拐过弯来 它就需要一段较长的距离 可是悬崖就在前面了 这段距离不够怎么办呢 那也没办法 只能听天由命了 党代会之后局部的放松可能会有 但是全局性的改变 说放弃清零政策 不太会马上到来 同时呢 这个社会的复苏也还需要额外的一段时间呢 也就是企业要恢复信心 它得有一段时间 你说企业刚刚把工人找回来 又刚刚接了订单 您这又疯了 怎么办呢 它就抓瞎了 所以从政府有明确的信号 放弃清零 到制造消费和就业的全面复苏 还需要一段额外的时间 得是政治上的惯性 加上经济自身的惯性 才会有大家期待的 那个社会有复苏的效果 我举另外两个例子 因为我们这儿还有中国以外的观众 比如美国和加拿大现在正处于加息的周期 来抑制通胀 加息的触顶呢 可能会在今年年底 或者2023年初 而通货膨胀要回落到2%的那个水平 得等到2024年的后半年呢 加息呢 都会导致有房贷的家庭利息支出上升 那一些房贷很多的 这个债务都已经淹到下巴这儿了 可能就hold不住了 就只好卖了大房换小房 它会导致房价的下跌 但是它并不会这个月加息 下个月就在房价上充分反映出来了 这个房价就七里夸叉掉下来了 不会 因为很多人在加息之前就通过锁定几年利率的方式 把风险也给锁定了 加息暂时触及不到他们 要等到他们这个锁定利率期限借满 去更新这个贷款合同的时候 才会感受到加息的痛 加拿大央行是今年三月份开始加息 今年的最后一次加息 很可能是在十二月份 而都伦多房市的底部呢 很可能要等到2023年的夏季至秋季了 那个时候才是你入市抄底的时候 所以大致要等一年的时间 加息对于房价的效果才能够完全释放出来 所以我举北美和中国的例子 意思是说比较庞大的社会体系 它是这么运作的 它不是立竿见影的 它总是有一个时间上的延后的 具体运作方式不一样 但是逻辑是一致的 那在中国的人们呢 一句话意思就是说 您不能指望党代会之后清零就立即停止 清零哪怕停止了 您也不能指望 您的日子就能够过回到疫情之前 那个岁月静好的状态 你打运动靶的时候 你是不能够朝这个目标现在的位置开枪的 否则你肯定打不着 你得去估摸着 这个目标的运动方向和速度 朝它将要在的位置开枪才能够打中 这叫射击的提前量 在新冠大流行的时代 你的家庭职业和投资决策 也都需要提前量 需要一到两年的提前量 那对于很多家底不够厚实 又不能够准确判断现状的人 它是会倒在那个提前量的路上 而且这部分人可能还会是多数 那就有朋友反复问 在这样的时代 这样的环境 能够给大家什么建议 大伙怎么办呢 如果你就是一个韭菜的命 你扎根于此 你也润不出去 你不可能长出脚来 逃出这个菜园子 那你有没有选择呢 还是有的 你可以选择是成为一颗非常容易被收割的韭菜呢 就是各个长的笔质特别规矩特别整齐 人家镰刀一下去就收割一大片 你是成为这种韭菜呢 还是选择长成一颗不那么规矩散漫不羁的韭菜 那镰刀要割你的时候就得多费点劳动力了 原来呢 是特别整齐的一片菜地 镰刀一收割就是一大片 现在呢 人家还得先把这些韭菜薅在一起 得费这个劳动力才能收割 如果收割你的时候一不小心这个镰刀磕在了石头上 把韧口给磕缺了 没准你还能逃过一劫呢 上个星期 我节目当中聊到 有一位网友给我谈到了 他在国内被转运隔离的经历 放出来之后呢 发现自个儿工作丢了 生活没着落了 问我能够给他什么建议 我说 你还不跑啊 换我我就跑 我就不能老老实实上那个大巴 当然咱不能说 你就一定得按照我说的办 我只能说 同样的情况下 换我我会这么干 果不其然那集节目收到了很多网友留言 他们就痛臣厉害 说怎么怎么的不能跑 抵制清零 后果如何如何严重 文昭绝不可误导听众 但是也有很多网友留言给我介绍了 他们自己躲猫猫 成长为一颗自由散漫 放任不羁韭菜的经历 有一位成都的网友就说 他自己的经历证明了 抵制核酸是完全可行的 在成都封城的这几个星期期间 他因为必须出门的必要 总共也就测过五次核酸 事实证明可以测得更少 他的健康码也没有跳黄 他说既然当局这么多事都干得这么烂 你也没理由相信数码集权这个事情上 他就能够做得天衣无缝了 什么事都干得一团糟就在这事上能把每个人拿捏得死死的 也不可能嘛 成都本轮封控期间呢 还爆出过这么一件事 就是替换这个核酸系统的软件供应商 导致了整个系统崩溃 马上就有人出来攻击这个替换系统的开发商东软集团 你看他们自己内部也分赃不均 打得也厉害了 哪能就把你控制的滴水不漏了呢 还有网友介绍经验啊 去公交地铁站还有餐饮场所 他只给对方看那个健康码绿码的截频 晃一下就不给对方扫码 绝大多数情况下呢 对方也不愿意多费一个动作去扫你的码 碰上特别较真要扫码的呢 就换个入口再进嘛 成功率90%以上 如果要出示核酸阴性报告怎么办呢 他就拿几个星期以前的核酸报告给对方看 在对方眼前晃一晃 至于有日期的那个位置呢 怎么折一下卷一下 用个手势挡一下 大多数情况下对方也不较真儿 也就放他过关了 碰上真的被发现呢 就说对不起我出门拿错了 我拿到几个星期以前的了 我回去再找一找 还有网友说 碰上社区人员和防疫人员上门 能嚷嚷着说话的就不好好说 能矫情一分钟的就绝不59秒 社区人员在你这碰了钉子多费的劲 下一家他就放水了 那邻居相当于得到了你的帮助 下回他也投桃报李 也帮你过关 虽然说这些经验 我不是全部都赞同 但是这些网友 立志要成长为一颗 倔强的韭菜的奴隶 我觉得是值得肯定的 连刀要收割 也不能让它割得那么顺利 割得那么舒服 当然防疫人员当中 有一部分也是受体制所迫 也未必完全赞同这个做法 咱能动之以情 小之以理最好 能不和人冲突最好 但是消极抗争的精髓是什么 就在于你得主动的提高 对方的管制成本 如果很多人都能够在当前 能够承受的风险范围内 多去承担那么一丢丢 那管制成本就会大幅提升 这就是消极抗争 非暴力抗争的精髓 如果大白在你这儿多费一分钟 在你们家隔壁那儿也多费一分钟 几百户几千户下来 他24小时加班都是不够的 他就必须得改变现有的做法 邻居商量好了 共同进退分担风险 也未必有那么难 当然不管我这儿讲什么 都会有人再讲出一百个理由 说为什么韭菜必须服从镰刀 除此就没有别的路了 也会有人坚持让我回国去闹革命 如果你把那一丢丢风险看得比天都大 就算文昭回国闹革命 你就跟着革命了吗 你就可以有反抗的勇气了吗 好像不是这样吧 第一个不让我回国的是谁啊 就是中国政府 我成为加拿大公民都十几年了 中国护照早就过期了 要回中国还得办签证 所以你在这儿逼我回国闹革命之前 能不能先去逼一下中领馆 让他给我发签证呢 但是不管怎么样面对的是大众 那这样的声音战的比例 毕竟还是相当大的 人组成的社会 是没有滴水不漏的铁桶的 这个缝隙呢 得你自己去找 自己去试 当然得尽量在不伤害别人的前提下 那么好 今天的时事话题咱们就先聊到这儿 明天星期四 在咱们的会员网站文招.ca上 我想来聊一聊 德国二战之后复苏的那个莱茵河奇迹 我们曾经聊过从阿根廷到俄罗斯 到斯里兰卡为何而哭泣 那我们也聊聊不哭的成功的经验 丘吉尔呢 当年曾经下过一个断言 就说柏林被轰炸以后 光清理完这堆破烂就得20年 结果呢 你看德国1946年人均GDP 我说的是西德啊 人均GDP是法国的57%点几 1959年就超过法国了 达到了法国的103% 那明天在会员网站上咱们就来聊一聊 这个大事是怎么办下来的 是集中力量办下来的呢 还是放任不管办下来的 在文昭谈古论金这个YouTube频道 咱们就是星期五再见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YK